我在筷子上面的名字叫西藏冒险王 记录冰川 我是专门在西藏拍摄冰川的摄影师 我现在在一个蓝色的冰冻的镜头 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缺氧 它们一直在掉血块下来啊 这冰坤一直在画 这是我自己很近距离去这样接触过的冰川 70多条将近80条的样子拍了那么多冰川 发现所有的冰川都是一年比一年少 冰块从那个冰川那边掉下来 就像一广楼房一样的一个大冰川 几百吨钟的那个大冰块就在那个湖上面漂了 几十米远 当时去的时候它那里画的特别这类块 一直可以听到那个花花的水分 我说我第二次来这个香格拉冰川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冰川 现在呢这里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蓝洞 可以看到非常宽急的这个水流啊 远处有一条线 这个是几十年前冰川的位置 现在这个冰川呢 只能在古山看到几块湖边 它里面已经退缩到了四公里以外 化了以后森林掉下来 我觉得这个给人的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最近几年确切实实就是热得特别厉害 然后那个冰就是在迅速地这样再直接塌掉 冰川农坏以后啊 这个山里边的驴石流塌下来了 塌方的时候这个激起了波浪 把这个桥把它往回推倒了知道吧 地上那边好多老百姓 它在那边村子都是在这个冰川下面 它的饮用水 包括它村里面养的这些羊 这些毛流 它都是要靠这个冰川融水下 如果说这个冰川就是像现在这样迅速地融化 然后在几三年以后 那入住这个村里面的人 以后就没有水可以喝了 这些地方去拍这个冰川呢 都能感觉到这个冰上面都特别热 我脚下的这个冰应该有将近100米厚 那个地方应该是特别冷才对 海拔将近5500米 但是到中午这个太阳 晒下来的时候 真的我在那个地方我都会感觉很热 就现在的话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去看 去感受 然后就是来认识这个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这么一个科学素食吧